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暂停购买资产 结束量化宽松 认为近期新西兰经济强劲 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可以减少货币政策刺激的规模 如果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 通胀压力会逐步加大 今季通胀会急升 虽然相信可能只要反映暂时的现象 但为了控制风险 要更早退出宽松政策 如果按揭利率再升 估计有助流市降温 新加坡经济复苏放缓 主要受到收紧防疫限制影响 新加坡贸公布初步数据显示 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超过1成4 增幅是11年以来最大 主要受到疫情影响 去年基数较低 而且制造和建造业表现强劲 但按贵就收缩2% 扭转连续三个季度增长 表现也差过市场预期 人民币中间价创近三个星期的新低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最深报6.406对1美元 比上一个交易日跌49点指 是6月24日以来最低 现货人民币方面 在按价早段偏远 同类按价都在6.47水平上落 人民银行进行100亿元人民币易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没有在市场投放或收回资金 另外星期四将会有4000亿元人民币中期 借贷便利MLF到期 三只新股原定星期四挂牌 但其中一只推迟上市的日期 如期星期四上市的内地网上医疗平台 伊麦通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究591倍以上 一手中签率半成 抽90手稳获一手 每股以上限27.2定价 集资净额大约40亿元 内地汽车经销商百德利控股 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究近43倍 一手中签率1成8 抽20手稳获一手 每股定价4.4 在招股价范围中间 集资净额超过6亿元 大志光物业管理公司得信服务 由于要更多时间落十分配股份 获取监管部门批准 所以要推迟上市时间 未定出新的挂牌日期 上个月股价曾经单日急错八成的 连锁酒楼龙王集团 创办人王永次辞任行政总裁 即日生效 大志执行董事的職務 最迟三个月后才正式辞任 王永次的妻子李静龙 同日辞任主席和执行董事 2月获委任为执行董事的陈高章 会接任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看看恒指表现 五大市轻微高开之后 两个反复回吐 目前跌170点下方 27787点 跌175点 总成交646亿多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听 大家好 来到移动追击 今早要和大家谈谈的移动股 就是一只无盈利的B仔股 加货司 今早早已经在十大会议榜上 见过他的名字 今早早看到图列口低开 然后很快就见到日中的低位 20元6毫指这个位置 那次跌幅有成一成 看到跌幅算是慢慢收窄 最新跌6%是21.65 跌过4 我们这一节继续有嘉宾Harris 在旁边和大家聊聊天 先和你打个招呼 Harris 你好 Harris 你好 我们先看看 究竟加货司跌得这么厉害 有什么因素 就要看原来他有个 主要股东减持的消息 包括什么呢 就有他的执行董事 台湾的大约厂 密城德大约厂 和马洛等等 多个股东减持 是超过2900万股 每股作价就是21.02 套现超过6亿元 留意其实公司公告 他说到对盈利没有重大影响 不过也没有提到 究竟今次减持的原因 Harris 我想请教一下你 我们今次见到这个减持消息 股份其实上市不够一年 去年年底才上市的 而且留意到今次减持的都是主要股东 一起减持 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个消息呢 通常来说上市都是为了拿钱 其实是为了集资 减持是没法厚非的 但是始终上市不够一年 已经急不及待减持 因为去年12月才上市 还有12月底才上市 所以变了来说 追尾班车上市的时候 但是现在so far 暂时都是七个月左右时间 已经马上马上要减持了 大家会有个怀疑 或者会有个担心 就是关于未来方面来说 会不会有些新药方面来说 因为其实如果做新科 就很关键就是 那个人有没有新药 或者有没有新研究 可以扔出去市场换得到钱 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么突然地 因为近期之前曾经有过那些临床的 但是临床完之后 其实那个人已经炒完了 接着就好像没什么再follow up 接着就有大股东减持 大家可能会有个负面印象 就是会不会它未来短期 一年两年之内 可能都未必有些新东西 可以再刺激到 那现在其实在大股东方面来说 趁14元上市 其实就上到20多元的时候 就趁高位方面来说 可能减一减持 那其实减持方面来说 因为幅度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还有我看见报道方面来说 都是说找高性方面来说 去承包的其实 那变了来说就没说 直接在个散户市场上面卖 这点其实是唯一的好处 但是本身始终减持对信心会有些打击 所以其实今天方面的走势 其实钉都下来 差不多其实那条50天线 都挺有个支持在那 收市前密切留意 其实如果持有的朋友 真是条50天线失手了 可能要小心一点 意味着那个势方面 之前一直都是慢慢慢慢向上的 意味着势方面可能有些转弱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守住的话 还可以陪他坐多一会儿的 但是本身要钉着条50天线 始终其实那间他从早前低位 大概14、5元的位置上来 其实那间都已经是有 大概三四成的利润 那变了来说不排除 有些人锁定利润都不奇怪 所以其实这点要留意 Harris觉得其实可能都是那些住股东 就是见股价都升得比较高点位 较招股价的时候都差不多升了 整六成的了 可能有些获利的情况 不如我们详细谈一只股份 都讲一下它的质地其实是怎么样 它是一只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来的 做些什么的呢 就是说癌症治疗的临床阶段的制药公司 还有其实留意其实上市前的时候 那些投资者当时媒体就形容 说粒粒巨星的 包括什么呢 有启明创头 高领资本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都觉得 应该是前景会不错的 其次还有台湾的一间药厂 就是成德大药厂等等的 大家当时都觉得 应该的表现会不错的 不过留意其实在业绩方面过去几年都仍是虚钱的 先来看看19年的时候已经是要虚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 当时还要是没有营业额的 去到2020年 有回营业额 但是虚的那个钱是要扩大了成2.6倍的 虚15亿元人民币的国外 还有公司也就这个情况解过话的 就说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 都是会继续产生这个正规损 而且可能没办法实现或者维持到盈利 其实两个因素 一边就是有一些很强势的投资者支持着 Harris 你觉得可能有机会都叫撑住了股价 其次就是业绩那里又不是太理想 其实公司基本面你觉得OK吗 我想它应该是有一些技术的东西 因为也有成德药厂 其实起码有药厂的时候 行家对行家的时候 它做一些东西到底行不行呢 我相信就学来人应该知道 第一 第二样东西方面 高领都能入股呢 其实高领近期都很红 大家都知道其实国家本身来说 入股那些股份 那个表现方面通常都不错 都可以叫做升得到上来 所以其实这两点对市场方面来说 会有个信心在这里 但是国家暂时看呢 因为今年方面来说 它可能会稍微蝕少一点 2021年可能稍微看到 它现在市场预测就蝕少了的 但是国家回到2022年 又要蝕多三成多这样 这些其实对市场方面来说 的确实信心没有打击 还有其实公司已经说明了 这两年可能都未必有钱赚 因为你其实买股票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说买一间公司要赚钱的 不是买一间公司蝕钱的嘛 除非它有些东西可能是很unit的 大家都愿意等这个意思 等于好像以前科网那样 大家愿意等它10年 其实这个不是有这样的机会了 其实因为国家是真是没有其他东西嘛 但是反过来如果它 因为它又是做癌症药 又是做肿瘤药 其实老实说 很多B仔股都是做这些业务 那变成是否这么无可取代呢 这点其实讲的就要密切留意着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呢 就拿一条50天线来作为一个参考呢 因为其实国家市场呢 会在一个价格上反映着 它对这一只股份方面来说的看法 如果它愿意继续搜的 你就和它继续搜一下 其实只要它不跌穿一条50天线 那你抱着它都可以的 其实但是反过来 如果市场不愿意搜的话 其实讲的就是 它也都会跌穿一条50天线 滤回去这样 滤回到十几元那些水平 所以变成来说 我建议会留意着那个股价走势 因为一般人其实它到底什么 胡罗买什么药 它研究中研究到哪个level 讲的就是现在临床都不是多 所以变成来说始终变数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买了 那既然买了就算了 其实但是反过来 没买的投资者又买不买得过呢 其实那间的走势 因为它折让都8%左右 那现在暂时跌少了 其实跌大概7%左右 其实那间就好过它那个股价这样 但是反过来始终都要密切留意 其实那间就收市价位为准 因为其实这些很多时候 都是大户在里面做事的 通常大户做事通常就流行收市前那一刻 就是大概4点前可能3点5 5至5之类的时间那时候去做事的 那所以密切留意其实 但是暂时来说 市场反应似乎就好像都中性的 其实都叫做可以接受得到的那样 那所以就是我刚才才说 就是可以大家如果拿了货的 就是继续多看一看它的市场反应 好啊 其实现在看到这个股价 要站稳上去那个配股价的位置 那么站上去吧 那我们不如都去看一些消息面上 就是留意这只股份 过往有得升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消息配合的 因为Harris都说到 就是毕竟大家不是很清楚 究竟他实际上怎样赚钱 可能多数他发了这两个消息 5月份其实就说分别在内地和美国 都有一些研发药物的一些临床测试 是往得批准的 计算那段期间都是股价是叫有些炒上过的 还有股价由年初至今 应该是由上市至今 都是曾经升了六成的额外 Harris 简单问他 高盛都还在看目标价去到26元 你觉得这个价格有没有机会博到呢 我觉得上到25元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新钱我自己在这个位置入 我有少少保留 因为始终是一间不赚自己的公司 还有说是有股东减持这个消息 但调回来如果你说够钱的话 可以试一下多看一会 看看他可不可以去到25元 26元我想就有少少进取了 那变了我就会有少少保留了 好 那25元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到 大家提着风险 这一节的移动追击看到这里 谢谢Harris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明镜甘 由此前收入 也发现新西兰元 最后就会指控 看到新西兰元开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刺激新西兰元曾急升1% 较迸到70尾先 但是下星期五开始暂停购买资产 结束量化宽松 因为近期新西兰的经济强劲 已经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可以减少货币政策刺激的规模 如果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 通胀的压力会逐步加大 今季的通胀会急升 相信都可能只是反映暂时的现象 但是为了控制风险 所以要更早退出宽松政策 如果按揭利率再升 估计有助楼市降温 至于澳元都受到大洞 但是看到升幅明显跑输一些 因为受到疫情困扰的澳洲适宜 就封锁措施再延长两个星期 最少都要去到今个月月尾 澳元在74.5美先水平附近 距离7个月的低位不远 最新就做74.63美先 不过看到数据就不算太差 看到澳洲7月的消费信心指数 转跌为升 反弹1.5% 乐观的人多过悲观的人 不虽然新南威尔士州的消费信心 受到封锁措施影响急缸 但是都被其他地方强劲的复苏抵消 今早的嘉宾有Ferris在 和大家分析一下会市的市况 Ferris 你好 Hello 主持 你好 Ferris 看到新西兰那边 就停止两化宽松 就说明开始要去缩减刺激 禁鹰有没有令到你感到意外呢 是不是都配合当地的银行预测 今年内会加息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新西兰员是否都有牌子升 是的 新西兰央行 今次终于宣布缩减买债规模 叫做停止或者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是应的 而我觉得包括我在内 我觉得市场都是杀过措手不及的 就是因为他今次这个手起刀落 就是那个决定是快的 因为不是说我们八月才开始 会是停止这个买债规模 而说的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已经是实行的 所以就对新西兰员来说 今早他在这个决定之后 都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不过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很快 接下来就有加息 而令到纽西兰员有进一步 那个上升幅度 可能就要不要特别大个乐观 原因就是 虽然他都说明 接下来纽西兰面对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 通胀急升都已经是一个事实 但是其实在会后声明 他也都说到他们预计中期 如果没有这个货币政策去支持的话 那个就业和通胀就未必达标 所以说虽然现在已经是开始了叫做缩减这个宽松 两发宽松的规模 但是去到加息那个的步伐 或者是不是这么快加息呢 我觉得就未必这么快 所以短期间 因应这个偏向鹰派的停止买债规模 当然纽西兰员会有一些反弹的 但是似乎如果对美元来说 去到0.72这个水平 可能就会是叫做见顶 有回吐整顾的 这个就要留意了 所以未必是因为大家已经将那个视线放在这里 很快会加息会继续吸纳楼源 这个我觉得就要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来的 是 那Ferris 如果是这样的话 跟澳指比又如何呢 因为看到澳洲那边的封锁措施就延长了 策略上来说 沽澳指去买楼子 那个直博空间是不是都很大 是了 如果你说短期间来说 当然沽澳指拿回楼子 这个交叉盘来说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不过就要留意了 其实今天一回来 那个鹰派的纽沙兰央行 那个鹰派信号出了来的时候 这个澳指对楼子的交叉盘是跌的 说的是跌到1.064水平 说的是五月未以来一个低位 但是你说再进一步下跌 会不会再试这个今年的低位 其实说的是1.054这个水平 说的是2月份做的 有机会的 但是要进一步下跌 我觉得又未必了 因为其实去到这个阶段 其实纽西兰央行可能都会关注到 当楼团长期或者叫做一个较为强劲的汇价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旅游业的收入 出口的收入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 不过短期间这个交叉盘 澳指对楼子有机会是试翻大概1.0520这个水平 好 说完了楼子和澳指都和大家看看油界了 看到国际能源储就预期在石油輸出国组织和盟友 未能够就减产协议前景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 产油量会停留在7月份的水平 如果需求持续复苏 石油供应会更加紧张 不过如果油组和盟友一直都不可以化解分歧 联盟可能会瓦解 各国都会争夺市场的份额 引发一个减价战 油价昨晚就升到超过1% 当中纽约旗油曾经升至超过两年半的高位 去到每桶75美金的水平 至于对油价敏金的加指就连续两日回落 但是亚洲市内就是1.25的水平 到靠运回 最新下跌至近1.2497 再和Ferris谈一下 Ferris 如果油组和盟友一直都不可以 就化解分歧达成一个协议 是不是真的好像国际能源储那样说 会供不应求会继续恶化 刺激油价再升 是的 当OPEC OPEC Plus和其他非OPEC的盟友 就着这个是不是减少减产规模 还是一个僵局的时候 这个供应上的不明朗因素 当然是对油价有推动作用的 除了供应上 你看现在已经是踏入夏天 如果你说在美国来说 都停了整年出外旅游的动作的时候 今年夏天可能很多人会开车出油 对原油需求上又会增加 所以对美国油价短期间 还有一个上升空间的 去到大概每桶79至82元一桶 这个会是短期间一个阻力位 还有你看回根据CFTC 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最新的数据 截至6月15日那个星期 原油期货好仓盘和这个淡仓盘比例 是说的是23比1 即是说的是2018年暑假以来的高位水平 亦都是五个星期前的三倍 即是说外面对这个油价攀升 仍然都是一个很乐观的态度 所以短期间 美国油价来计仍然有上升空间 可以看到大概79至82元一桶 好 问Ferris 短期就看油价去到79至82美元这些位置 另外都看起来美国那边的情况 看到美国上月通胀超出市场预期 加强市场对联储局 退出宽松政策的预期 美月连升两天 美汇指数曾经触过去92.8这些水平 最新就做92.71 美汇向上 今届就在轻卡稳 都收到1800美元这些位置 最新做1800美元13.69 详细和大家看看美国通胀的情况 消费物价6月份升0.9% 按年升5.4% 五张商都创了13年左右的最大升幅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 按年升4.5% 是压近二十九年半以来最大的升幅 继续和Faris谈谈 见到美国通胀就升至13年的高位 联储局主席巴威尔今晚就会到国会了 你看是不是真的会放风要假买债呢 是的 看看今晚白威尔在众议院上 金融服务委员会有一个 半年到货币政策的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的文本在上星期都已经出了来的 基本上都应够参判 其实都没有一面倒是 告诉大家听下来他们很快会有一个缩减这个买债的规模 甚至就算是加息那个计划时间表其实都不在这儿 不过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今晚白威尔的听证会上面 究竟在个委员会上面的议员质询 或者是叫做对联储局那个短暂性的通胀 那个怀疑态度有多强硬了 究竟白威尔会怎么去解话呢 因为虽然无论是今年有没有投票权的联储局的官员 其实都大部分来说都叫做对通胀短暂性持有一个乐观态度 但是事实说给市场听 说给投资者听 现在美国真是面对一个很严峻的通胀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是放眼看着 白威尔怎样去拆解或者说服到大家 现在他们没有看错的 那个通胀还是短暂的 不过由于大家看过数据来看 都仍然觉得白威尔很快会给到一些 未来要缩减这个买债规模收水 甚至开始讨论加息这些预期 其实对美汇指数来说有推动的 美汇指数应该有机会 逐步会试大概93.5这个数值这个阻力 好 都和大家看着 今晚白威尔去国会的讲话到底是怎样 谢谢Faris和大家这么详细的分析 回事焦点看到这里 谢谢收看 各位回来照顾360 身边有Kitty在一起看港股 好 林近钟收视表现Kitty你好 好 我认为一同 看看今天的大市 看到今早早先是轻轻 有得高开一点 其实很快就走样的了 最多的时候跌过254点 险守着27700这些位置 最新跌幅156点 有些近日反弹的比较厉害的强势股 今天都回回 不过跌市暂时成交不算很多了 745亿几 看看上半周一些A股市场的焦点 A股都是低开低走强势板块通通都要回调 今早有个数据 商务部公布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即FDI增长超过两成八 另外留意人民币的中间价暴6.475 近三星期低 板块方面今天白酒股好一点 不过内险股继续A股齐点 车、光伏这类股份都有回涂 我和Kitty聊聊大市最新的情况 看到升了反弹这么多日 是不是都是时候要卸一卸了 还有跌市成交沽压不算很重 这个算不算对市况来说 整顾下都有好事呢 都是的 但是看到香港这边的部速 始终力度不是很足够 看到外来方面都算是不错的 有些地方都做在高台之下 或者是创新高等等 但是港股始终力度都受到一些资金流向的影响性 昨天之前跌得多 反弹之后 现在暂时说 连28000点流上都站不到上去上面 变成都是在这些位置徘徊 我相信都是在等待一些经济数据 尤其是国内的经济数据方面 变成暂时说比较封固的情况 好 留意行指方面 等了这么多日 现在有来到很关键的位置 27700 就是之前横行区的底部位置 TIDI觉得再向上冲 其实又没有力 这几天买货意欲 你怎样评价呢 上个星期五国内方面降准 跟着也有一些消息 利好一些龙头巨棋的新经济 就是腾讯那些 但是看到升幅 之前跌得多 当你29200的位置 跌到27000 238点 或者27000个位置 其实都已经成2000点跌幅 但是现在你看到反弹 只不过是800多点 就是力度真的比较弱一点 还有今天看到 都是用一些 就是之前升得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一些内险 内银等等方面的 政压力是比较大一点 未来方面 都是要等到 恒指能够上升上去一点 但是你问我 有什么利好消息呢 钢准又做了 还有什么其他货币的工具呢 我相信短时间里面都不会做 市场上觉得 都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再做 你说美国那方面 都是看一些经济数据 美国就算有经济数据 都是利好他们那边 就不会理好这边的 还有你看到 美国和中美的关系 仍然都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能够守住 悲观点说 能够守住27500的 都叫有口气口 但如果这位置又失守的话 始终市场上的信心 比较偏弱一点 但我自己觉得 属于一个巩固 除非真是外围方面 有一个大调整 暂时来说我看不到 都是属于一个上落市格局 留意 恒指最新做27800这些位置 暂时的跌幅都收窄到百多点 跟进一下A股中收市的情况 A股中收市上证都要跌29点 深淨跌57点 创业板未跌2点 虎心300跌幅0.9% 看看北水的情况 北水都要少少流出的情况出现了 互股通流出7千多万 深股通流出2千多万 合计流出不够1亿 我们看看强势股份纳 今天连日都有炒作的汽车股 A股股都齐齐回涛 比较迪当然有一个著名投资者李陆 旗下的喜马拉雅基金 227.5% H股的价钱 有减持动作 比较迪基 H股齐跌 A股跌半成 长盛汽车 北汽南谷 小康股份 炒电动车概念 都有个大回涛 4%至7% 问一下Kitty 车股都算是这一轮的回调 算是抗跌的板块 都是国策扶持 现在有个大一点的整股 算不算是一个适合的买入机会 买入我就觉得有保留 始终国策方面 虚向就是那个方向 但是短时间里面 会不会有些微调的 我真的比较难说 如果有一些这么著名的基金 都在一些高台上減持 一定是对股价方面 我觉得都有一些压力 短时间里面 去高枕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但是如果去到高位又上不到去的话 上不到的话 就变成了担心调整的幅度 暂时说我自己觉得 而适宜就采取官网态度 车股都是没有轻具妄动 但是有没有说板块里面 其实比较看好的是什么 类型的股份 是否都是捉住新能源车 传统车暂时不要想 传统车当然都是比较 没有那个概念 新能源车始终全球 或者未来的趋势 都是起过方向性的 我觉得都是看那个板块会多些 传统车暂时讲都会审慎一些 好 另一个板块 看看光复股 光复股那方面 虽然玻璃期货 就有指数不断向上升 光复A股今天普遍都有些回途 通位跌回4% 幅内特玻璃A股都是跌4% H股方面 就要看看相关的股份 除了玻璃方面下游那些 即是发电那些 上二光能D4要% 阳光能源协欣新能源 最新协欣新能源没有动 不过阳光能源都要跌超过3% 其实整个板块最近 都是炒政策又去了很远 车股要有审慎 光复股的政策扶次 会不会值得期待多一些 我看到光复股方面 就升得多 接着回调回 但是那个pattern 都仍是向上 就是试高一点的水平 那些玻璃相关的光复股 也都是 你看到的升幅都比较多 近期来说都好像差不多 一成二成抹上去 接着回调回都是2-3% 或者4%左右 我觉得那个pattern里面 都仍然是支持得住的 而且再加上 有些投行方面 都将那些目标价 都摆得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短线球机性 有个空间 不过都是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 比较是资金良向性的 引导性是比较高一点 我自己觉得 资金是下去的 比较高一点 就抽上去 如果可以合位食股的话 跌幅元都比较大一点 但暂时来说 以今天的pattern里面来说 还可以叫做守得住的 好 留意複複相关股 当中有个特别移动 洛阳玻璃 H股我们都有连日讨论过 1108 大摩今次首次给予 洛阳玻璃增持评级 目标价看到19.6 看好全球更加重视气候变化 原来我们提出的炭中和目标 利好太阳能光伏发电 预计至少2030年之前 都可以确保光伏玻璃增长的前景 洛阳也为了配合需求 增加三条生产线 而且预计今年至后年 那些超薄光伏玻璃滲透率 可以超过九成 还有毛利率还有得高些 母公司有中和建材大力支持 看好就下波 下波最近炒得很快 都有一些罪犯之前 落后的情况 不过他给目标价19个多 还有水位 Kitty觉得1108 算不算是大家要多忙一些的股份 近期来说投机性的选择之一 你看到前两天 它的升幅都比较凌厉一点 我想都是炒未来的业绩那方面的上升空间 而去到高位 当你15个多的位置回调回 今天就去到差不多13个多 调整幅度其实都算是温和的 如果是以那个升幅里面来计算的话 我自己觉得已经连跌了两天 看看它第三天或者星期五收回什么价钱 但当然希望它回调多一点 空间就当然理想一点 你说有些投行方面 给的目标价去到19个半 我又不敢看得这么高 看着16个多的我觉得都有个空间 我们留意下播 最新有大涨小汇格局 上天才再破上破位 今天就回2%左右 另一个板块看看煤股 法国一位说 会扎实开展钢铁和煤炭去产能 炎防过程产能四倍复燃 部分煤的龙头股 马上有得大升 看到染煤升一成 中煤能源都升到有半成 但政策之下 虽然就不希望商品价格有个大幅的波动 不过是否永远都是龙头受惠 选股的时候就留意 是啊 我觉得始终龙头 都会是市场上 那些基金比较喜欢多一点 因为有个流动性 变成选择方面都是以它们为先 现在已经是7月 你看到近期来说 很多板块要升要炒的都比较高的位置 市场上都始终有些审送的状态 为什么说到7月呢 7月开始又回到冬季 我觉得今天看到有些情况 就是炒一些冬季股 煤炭都是其中一个 短时间都会有投机的空间 好 留意煤炭方面 染煤和中煤走得最好 另外两个板块就看看 今天炒回伊美股 和部分CIO股都做得很好 伊美股方面 上面浩海生物科技 今天就叫做AH股齐升 6826 最新又打上了升幅榜 其实就不止626 当中的那些福瑞医疗 和那一类的伊美股 瑞利伊美又再展开一成以上升浪 Kitty其实伊美股都说过很多次 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累积升幅都已经很可观 还有部分都已经发了营起 这些股份看到市场资金继续徘徊 应该如何部署 我觉得都是因为没有什么主题之下 变成了有些资金短线方面 都有些投机性的机会 还有再加上下半年 有些聖诞节 或者新年那些日子 女士们也都想扮漂亮一点 我觉得都是 始终他们国内那方面的行业 都还有空间上的发展 所以短线投机性都有些资金可能会短线的部署 好 留意 借福瑞医疗破顶了 另外就是四环医药 今天再升到一成三那么多 有没有说选股了 以什么准则来做呢 用了波幅性 或者未来它的产品方面 市场的营充性都会有机会的 或者是服务等等 你同时提及那个 例如四环医药 都是高位 三个六 三个八 左右 又落到两个八 都有个空间 或者是医师医疗那些 都是服务性的 比较有些品牌 或者是有些营兽性的 比较适合一些 好 留意着 这尾概念股 今天比较尋证市况 又再跑出了 这次先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答派 家庭观众投资烟 1 2 1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节目时间跟进一下会议股份最新的情况 十大序会议港股临近中午收市 腾讯控股继续靠稳 最新升到6元做561.5 美团跌2% 营赴基金跌1号8指 药明生物发行起后有追捧 最新升到8% 比亚迪股份要回4% 看6至10位的情况 阿里巴巴升到4号指 中国平安要跌超过2% 港交所升5号 京东集团升超过2% 特报国际要跌超过7% 蓝筹股方面 汇丰控股跌1% 邮邦跌超过1% 中移动升到3号指 港交所要跌5号 中环煤气跌6先 个别焦点板块 说一些手机游戏股 今天看到部分的手游股 心动公司等等 再有一个移动 股价方面 中手游心动公司都升到超过7% 价向互动 创漫天地都升3%到4% 问一下Kitty 整体手游股来说 是不是时候都部署中期业绩 因为应该上半年 手机游戏的销量 其实还是比较理想一些 只不过之前方报股就不是那么巧炒 所以压住了那个声势呢 是呀 我觉得现在近期来说 手游股方面都是炒那个 跌职的因素 还有之前也都 资金方面都不是在这个板块多些 你看到跌幅都比较多之后 近期来说这些消息就开始有些 一些蠢蠢入洞的感觉 变了短时间 在业绩公布前 我觉得都有空间 有没有说呢 选择的话 当然手机游戏最大只 就有腾讯 再大多一些那些部分 都有网易 很多有得选择的 不过看到这些二三线的那些 可能今天就爆发力强些些 有没有说比较喜欢哪一类型股份 通常都是看龙头比较多些些 如果今天看到那个 performance比较好些些都是中手游 那些就比较好像有些动力些 短时间我觉得二线那些手游股方面 都有个空间 好 看看另一个板块 就讲一下关于手机股的新消息 据报苹果公司寻求新款手机产量 今年增长最多两成 彭博人述消息就说 苹果已经要求供应商 今年要生产最多9千万部的新款手机 加上近年大约7千5百万部的产量 多大约两成 据报今年公司会推出第二款 5G机的了 规格提升程度都较去年大 屏幕反应和电池效能都会改善 晶片虽然继续紧张 但苹果就说不担心生产 报道认为提高产量目标 就是相信疫情过后 公司觉得升级手机速度会更加快 看看手机设备股的情况 之前信羽和优泰都公布了手机镜头出货量 信羽虽然按年按月都没跌 不过股价路都顶得住 邱泰今天还可以向上突破 超过一个月高位 瑞星被敌电子红瓢 暂时偏远格局 手机设备股算不算是一回就要部署 就是等下半年有更好的销售 我觉得是的 今天其实苹果方面公布了消息之后 手机股又不是有什么看头 但是我自己觉得近期来说 手机股去到设备股方面 去到低位看到的成绩力 也看到慢慢的反弹回来 如果再配合这些消息 我未来方面都会有空间去读的 变成都是留意回 可以得到受惠在苹果方面订单的选择 我自己觉得是 好 留意 信羽歌壳 邱泰 瑞胜 有没有三只最喜欢哪一只 三只都有打入手机镜头市场 如果你有镜头 当然是信羽 但是如果订单方面是信星 或者邱泰方面就比较多一点 我自己觉得 选择的就强势 还是见到信羽方面多一点 邱泰这些都是有空间 也有三只 好 看看最新的其他财经焦点 长和出售欧洲电讯塔的交易 引起英国监管部门的质疑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就说收购长和电讯塔的 西班牙电讯基建商 本身已经是英国电讯塔的 最大供应商 担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便会巩固市场地位 阻止新的竞争对手 导致网络的电讯商 加价和降低服务质素 长和原本可以 卖给另一间公司的调查 都说 最后决定给五日时间提出 一个解决方案回应质疑 长和去年宣布 100亿欧元出售欧洲六个国家的电讯塔 看看一号仔最新的情况 最近走势都一样 最新跌1%左右 怎样看长和来的前景呢 如果有消息想出售 但问题是有没有买家 当你暂时没有买家 仍然市场上占了率比较强 会不会令到现金流方面都会有强势呢 但你看到他们业务方面都希望出售 因为一直都是他们策略性的方向 都是买一些优责的项目回来 然后等收成 好价的时候买出去 都是一个pattern 但暂时来说 因为没有买家是有兴趣先住的话 或者有消息公布 所以股价就是受到压力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始终都是优责的项目 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有个八卦王子出现 我觉得短时间里面是57元左右 都会有个支持的 好 留意长和 平时可能方向不算很明显 但是不用太担心的股份来的 我们留意着关键位置守不守得住 我们看看物馆股 用创服务发行起 预计上半年的上利岸年升到超过1.4倍 受惠物业管理规模再增加的 带动收入和盈利 看看物馆股的情况 部分物馆已经炒起了 看到保理物业升3% 或者万象也有进涨1.7% 中介物业也升到超过2% 用创服务早段有得升 现在暂时没得动了 怎样看物馆股 其实应该陆陆续续都发行起了 之前金科最新是用创服务都发了 营起 不过营起潮是不是很多价格 才有股价度呢 我觉得也是的 看到很多物馆股方面的位置 都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 热绩好 但你看到其他 其实很多那些 排斥路方面 不是很吸引 暂时来说 我看到内房 物馆那些 都比较静态 属于一个鞏固的状态 除非突然之间 有些再来好消息分拆 或者是有些大些项目 就是进来 或是有新的物馆公司分拆 有上市的话 可能都会有大动的板块 但暂时来说 都是比较偏静一点 好 留意 听一下家庭公众的电话 我们有位邱先生在等 邱先生 哈啰 你好 邱先生 你好 你好 是 想问什么 我想是行大物业 好 有没有货在手 有 有 我11个是6买的 明白 好 现阶段 账面也要少少 始终恒大物业 虽是一个前景量例的板块 但是恒大系的股份 最近一直向下炒 11元买 现价也要再跌3元 如何看待现在的部署情况 还是趁现在沽了去换马 我自己觉得 在看业绩方面 稳稳定等等 但是因为我始终觉得 是受到母公司的因素影响 你看到它分拆出来 其实都是属于母公司方面 都希望有一个融资 就是增加它资金方面 方向性 所以当股价上来之后 都一直持续都是由高位 拉回来 你看回走势来说 已经去到山脚的位置 都比较遜耀少少 我觉得建议你 都是落定的指示位 比较适合少少少 除非母公司 和国内方面 有些的债务方面 都谈得到的数 可能会有那个机会 但现在还是在 大家在磋商中的 变成对市场上方面 都会有压力起到 我觉得审慎少少少 如果你落定的指示位 我觉得指示位 应该是摆起7.4 7.3 左右的位置 比较审慎一点 好 会不会未来有一些利好 因为始终 新上市无奈 第一份业绩 未来会不会 令市场有些惊喜 可能有反弹性的机会 但如果有11个多 就真的要有很大的惊喜 我自己觉得 或者是母公司 真的可以搞得到的话 那才有那个力度起到 否则就小心一点 暂时讲 审慎一点 跟得贴一点就会比较适合 好 再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又是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 你是否支持人 你想问什么 陈小姐 我想问 可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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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支持人 你好 你好 可以说的 是的 我买了个二百七百 买了很重货的 买了十几年 但我想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 我贯到 有没有机会想到 我之前买的那个位置 三个五毫多 我想问一下 我只 необход的是 薄紫站位 好 我现在提到这么多 有没有归了兩位 我现在听着你 看到三个半 其实就是2006年 那些时候的事 来的了 都很有耐性 在那些豪指股的位置上等待 近來炒晶片國產和決心的情況 都很辛苦回到過幾次了 Kathy 你看這個升浪可否延續下去 我自己覺得在行業上是有那個需求起到 同時也提及過 都減了很多年 近來講有些晶片相關的股份 都起了低位跑上來 但問題是投資者是三個多拿的 三個多拿的話 未來方面會不會有那個空間可以去到那個位置 看回業績方面開始有少少追上來 去年的業績都叫做沒有虧損 但如果要回到三個多的話 我覺得需要少許時間 既然他都可以拿這麼久的話 我覺得近期來講 表現算是可以接受 但要站在一元樓上 一路穩守著一元樓上的機會會比較好一點 才會再忙上去 但上面的角阻力位置大概是過八至兩元 好 看看恆子中午收市的情況 男生指數中午收都要跌161點 成價去到797億幾 謝謝Kitty和我的分析 沒有時間教育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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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累積升幅八百幾點之後 今早明明都可以輕微高開到的 高位做過27965 但很快又要跌回 最多是落去27708點低位 跌幅都過百點了 看到今天 車股 太陽龍相關股 特別的中資金融股 比較疲弱底下 加上美團也要回韜 拖低大市 但那些藥股炒起來相當不錯 若明生物半日升幅最大的藍籌 總成交率是797億幾 繼續看看恆生期貨的各方面 恆之期貨 今天7月份跌回131點 落到27749點 總成交48000多張 再看完再會的港股 騰訊升6.5元 至於美團跌5.6元 迎負基跌回1.6元 有名生物迎起大客 升最大的藍籌 升到9.8元 阿里巴巴尚未升8毫 降至206元 比亞迪要留意著 被大媽沙減持 特別是巴菲特徒弟李錄 也減持他 今天跌幅接近5% 看一看南丑跌幅 他是跌幅最大的南丑 至於中國平安 今天跌過一年以上的低位 69.85元 午市遣守70元 跌幅仍有2.7% 港交所沒有起跌 京東升2% 特報 看見今天跌接近7% 雖然他有盈起 估計中期多賺不少6.5元 但不知道是否之前反映了的因素 繼續看其他南丑股的表現 南丑股的表現 德中移動的向上移動 升到2.5元 匯控油邦也要跌1% 至於煤氣偏遠跌6元 報完大事 是時候找嘉賓王詠坤出來談談 Hello James 你好 Hello Rain 之前連升三天 今天回吐過百點 落花去27,800元 說真的 交頭再逐步靜一點 半天來說800億都沒有 看北水流入的資金又不算活躍 短期來說 是大將小匯的格局慢慢見底 還是有挑戰250天線的機會呢 應該都還有的 我們覺得沉底的時機 可能都還未到 可能要再向下試一試的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見到內地在那裡放水 跟著就算對沖了7月15日到期的 那4千億的MLF之外 都有6千億的資金可以流入去 經濟系統裡面 或者流入去資本市場裡面 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見到A股那邊的兩市融資 融完原額 保持著創了五年六年以來的新高 但是港股這邊 我們見到北水流入的規模 都還是很小 有時就是富的 好像昨天有的升下的時候 就只是流入30億左右 跟過年之前那種流入的方法相比 就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同時間我們見到A股那邊的成交有多少 但是港股這邊的成交 升也好 跌也好 蝕跌市那時是大些 升市那時 過去那兩天其實都是15億左右 就不算特別令到人覺得 是一個很全面的回軟 還有我們都是要想一下 這一次跌下來的主要原因 都是一些監管風險 帶動一些科網巨頭向下跌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又不覺得 現在我們見到有一些 跌得比較殘少少的科網股 或者是跌得比較殘少少的一些 就算是飲品食品股 都有人開始流流 我想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跌得夠多 有些已經跌了六七成下來 譬如說海底樓 這些跌得那麼多 人家一定會覺得是有少少便宜 可以收拾的那種感覺 就要進場去試一試 但是你說如果大的backdrop 有些什麼改變 或者有些什麼趨化劑 可以令到這些很殘價的股 有一個很顯著的反彈 我就見不到 就算是好多 是的 而且說真的A股 過萬億成交 連續八天都是 今天要再觀望 不過始終今天向下 對我們拖累作用也有在 見中資金融股都特別弱 其他James覺得殘股 炒一下少少翻身 還有機會下市二百五十天線 大家留意 當然大家都會尋寶 當炒板塊有弱股 詳細談一下 見到整版和大家選出來的藥股 都有聲勢 特別是楊榮生物 也提及過 他今天反映起升幅最大的藍醜 其他還有雙位數的升幅 包括服裔醫療科技 升幅接近一成多 還有醫美概念又炒起 四環醫美、瑞麗醫美 升幅一成二至一成三不等 還有醫療機械股 也表現不錯 譬如微重醫療 升幅百分之八 還有B仔股 歐康衛視 康寧傑稅 制藥等 都升幅超過百分之七 傳統藥股都追上來 見到頭兩隻 終生制藥、石藥 升幅都3至4%不等 之前請教過James 始終藥名生物 是比較看好一點的 他現在發營起 預計上半年的順利 按年升到1.35倍 主要是新冠定讀的項目提升收益 綜合項目收益和市場份額也增加了 還有很多後期研發的項目 提升短期收益等等 又對他接下來的項目 有沒有信心 James 多少又反映在股價身上呢 之前的政策因素反映了沒有 我覺得政策因素應該已經可以反映了 因為我們知道 之前那個政策出來的時候 大家對他的看法就是中正偏淡 因為可能生物製藥的廠 給他的訂單可能會少了 我們都是覺得 那個政策出來的時候 市場對他的反映真的大了些 你只是說 這隻269的話 已經跌了有接近兩成的一個跌幅出來 但是那個政策 我們覺得主要 其實針對的是一些生物製藥的公司 而不是這些去接生物製藥CRO project的公司 同時間如果你去看影響最大的 可能是藥物研發 就是藥品發現的那一部分 有一間公司 零零射射就是專做 除了臨床實驗以外的CRO project 這間是哪間呢 就是泰隔醫藥旗下持股超過50%的 一間叫做方達控股 方達控股在這個政策 剛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對得很深的 但是這幾天 你見到其實那個跌勢已經緩和了 有一些開始回升的跡象 我們去講整個CRO賽道 其實最上有最開頭的藥品發現 一直去到 pre臨床 接著去到臨床 最後去到CMC藥物製造 這四個步驟之中 泰隔只是去做臨床那一部分 pre臨床 藥物發現 和最後CMC 它全部擠了到方達控股裡面 如果你影響最大的 藥物發現那一部分 其實在方達控股身上 下面體現應該是最明顯的 你看到現在方達控股都已經可以 由低位開始彈上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政策的影響 應該就真的開始被市場消化得七七八八的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對整個CRO賽道的 一些強勢的參與者 一直都是看得比較好的 就是約明那兩者 約明生物和約明康德 一製造生物製藥 一製造化學製藥 接著如果是講太價的話 它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全部集中在內地 它沒有任何的一些 它很少很少的海外訂單 再講的就是三七五九 它又是內地和海外訂單一半一半 那這些CRO的行業 我們覺得其實真的 不會太受那個政策影響 還有我們對它未來的那個營利增長 我們覺得算是看得比較樂觀的一個行業 是的 不過你都講了大約那個行業看法 CRO 醫藥外包研發的股份 當然我們都想知道實際這個策略 既然約明是你都看好 約明生物你都說可以 消化了不明朗因素 因為看著太格醫藥這些最受影響的 都可以彈上來 現在約明生物 就看到之前觸碰過五十天線 慢慢反覆又向上回 這個位置買不買呢 策略上是看什麼位置才好買 目標位又望到多少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它 等它那個管理層再配股 因為現在按照這個趨勢去看 它可能下一次配股 又是我想 一至兩個月之間可能會再出來的 它配完之後股價勢 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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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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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 在這些位置我覺得它其實破頂就不難的 現在照它現在的momentum去看 還有市場對它的熱情淨度去看 但是我覺得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對整個市的看法 普通偏淡 我是怕市的情緒不是太好的時候 氣氛就是之前升得多的 它就沽下去 這種情緒底下我是怕它會受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可以放在一邊 你不看一年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什麼時候進入的分別 其實就不是很大 好啊 就是說都看一下氣氛先 就聰明點看起來 會不會輪流沽升得多的股份才會出手 當然 剛才請教James在試前 除了若明昇說你是看好的醫藥股之外 還有另一隻就是醫療機械股微創醫療 你說會炒影子股概念 那是怎樣追發好呢 白鎮先生 我覺得它已經有一個算是比較大的調整 今年之內因為我們見到 醫療器械的集彩出來之後 其實它的影響都算比較重一點 因為它不是做很多關節的事 它本身心育館和腦衛館那一部分 其實受影響很多 但之後你見到它已經完全回復之前的跌勢 我們就覺得它現在整個行業的鋪排 它什麼都有戰線比較廣的那種策略 其他的一些醫療機械是不具備的 我們都覺得它管理層營運的模式和槓桿都是夠高的 再加上它接下來還有一隻微創醫療機械人 應該就在這幾個月之內就要上市了 因為它已經交了表 已經交了A1給港開所 我們覺得幾個因素加持底下 其實它就算不說短線 中長線來說 都是一隻比較值得去持有的股票 好的 多謝James的分析 有沒有拿著以上的股份 有並沒有 謝謝你 我們進合12時9時再見 歡迎 συνва tom幣 雄 國安 兩下 一 兩下 Apar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